各位美安的伙伴晚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积分竞赛第11周的课程 哇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已经来到第11周了 我们再过一周我们的竞赛就要完成了 所以呢 不管你现在进行的状况怎么样 我都希望你可以持续的跟我们做下去 不要放弃 好虽然只剩下两个礼拜的时间 但是很有可能在这两个礼拜 你就可以扭转你过去的这个低潮的状况 那甚至于能够突破你自己现在的困境 好那今天很开心在线上呢 我们邀请到在今年2016年的这个最佳 网络中心最佳说证的讲师 魏翰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主题 好那我们今天呢 要来讲怎么样以网络中心为招募 那这次在大会上 我想各位伙伴都有听到我们高阶领导人 蔡惠平Amanda跟大家的一个分享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因为他是一位高阶领导人 所以他当然知道怎么做招募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他了解怎么样以网络中心来招募 所以这个跟你现在身处于什么样的位阶 或是你现在身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都没有关系 重点还是在于我们亲不清楚 我们自己在重申什么样的事业 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商机分享出去 那甚至于能够透过网络中心这个主修来进行招募 好那威翰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个方向 其实我们在101跟概论都一直讲过很多次 那我想其实你自己在当讲师 那你自己也上过这么多课 那你可以不会来跟大家聊一聊 到底如果我今天希望以网络中心这个主修 当做一个话题去开启这个跟招募对象的一个对谈 你觉得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切入 其实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方法 其实我觉得以网络中心当做是主修 我觉得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其实并非是真的是以网络IT背景来当做是专业的人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 依照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 其实我会去找到很多人 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大部分的人 都有一个一定的想法 就是其实在网络上面好像真的有赚钱的机会 可是那我真的不知道在网络上面怎么赚钱 那通常在网络上面就分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他想要去找东西来卖 第二种人他是希望是他不要找东西来卖 但他可以在网络上面赚了多少钱 而且第二种人可能又比第一种人又来得更多 因为第一种可能还需要一些成本 所以呢通常我会跟很多的朋友先聊一件事情 是你认为网络是个市场吗 他说他认为是 我说那你有想过如何透过网络 除了省钱之外还可以再赚到钱吗 那我接下来我就会开中迷 我就告诉他说那你有听过shop.com 这个system吗 你有听过超连锁事业这样的一个东西吗 那为什么会这样提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这个就是一连串一个分类的过程 因为消费者或者是我们的朋友 他其实他会依照他的兴趣或属相 他们会朝向不同的地方走 那一定其中会有一个族群 他会走到一个地方是说 我看你好像过去也不是这个背景 可是为什么你可以去做网络行销这件事情 那我就特别告诉他说 实际上透过网络通路的整体发展 的确可以帮助我们赚到被动式的收入 但是如果你希望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获取你的这个外收入的话 那我会告诉你网络中心或许对内讲是一个选择 所以其实我们都是透过先去了解客户的 或者是朋友的需求之后 然后再引导到到底我们有哪些的解决方案 是适合他的这样 所以我想在这张图影片上面 大家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其实我一直在强调 网络中心就是我们超连锁事业的一个部分 所以网络中心的整个计划 其实我们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除了像刚刚魏翰老师讲的 我们可以提供他现金流的部分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对方知道 怎么样能够成功的建立他的超连锁事业 这才是我们最终极的一个目标 那魏翰其实我想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很多伙伴可能在现在 尤其现在大会刚过后两三个礼拜 那还有很多伙伴可能正在跟进那时候 邀请他来参加大会的新伙伴 或者在过程当中 透过他的这个社群媒体的分享 有一些人可能来跟我们的伙伴做接触 然后甚至于他可能想要问我们的伙伴说 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你现在做这东西好像很有这个很有趣 然后我想要了解一下 那我想其实做一个事业经营的这个伙伴的选择 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嗯真的是这样子 对那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不知道大家想听的是这个正式版的 还是是我的经验版 我分享一下好了 在这一次的大会呢 有几个比较特别的特殊专 其实我每一次大会都这样 就是我在大会之前 其实我会销售我们大会的票 给很多的伙伴主 是 真的我是分享给伙伴主 因为我会告诉伙伴主的意思是说 我并不是告诉他shop.com可以把它买东西 各位千万不要用这个方法去跟他讲 因为你用这个方法去跟他讲之后 你后面就完蛋了 你就会有很多的背后领 他就把你当成sales 但是呢 我会告诉他 我可以告诉他的意思是说 你知道吗 其实网路通路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 而这个现在的这个阶段叫做 技术已经克服了所有的问题 而让每一个有心参与的人 都可以成为网路通路 你相信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吗 然后很多老板都会跟你讲说 我知道了 我这样讲有得力 可是呢 回过头来 我们真的让他用4296来到现场的时候 我都会跟每一个老板讲一句话 你之前听过我讲 那个叫做有道理 但是今天我们坐在现场 这个叫做结果论 所以我会让很多的老板 自己重新去思考 就是到底shop.com 这样子的一个场地所事业 对他们本来就在创业的人来讲 具有什么样的优势跟意义 我们绝对不会在中间 再做去 再做任何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可以借大会的力量 来做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我们会对所有的会议 抱持着这么大的信心 是因为我们相信 每一个老板真的就像 Alice现在放的 这个slide上面一样 每一个老板其实都具备一下的特质 每一个老板 他永远都在找寻新的机会 每一个老板 他都是乐于去用open mind的心态 去看待所有的可能性 所以呢我们每一次都会借由大会 邀约很多的企业主跟老板 让他们进到大会来去看待 整个完整生意的全貌之后 反而因为这样 他们不仅可能成为了 这个超联所事业的经营者 甚至有很多老板 他们自己focus 专心在做web center 甚至有这样的老板都有 这样子 OK所以 其实我接触网络中心 这么久的时间以来 我一直觉得 真的能够成功经营 网络中心的人 真的不是那一些所谓的工程师 或网页设计师 因为大家要知道 这一些所谓的 这个狮子辈的人呢 他大概都只能跟电脑交谈 好所以 其实呢 我想像微汉自己 也不是这个专业背景的伙伴 那微汉的这个团队 有好几位伙伴 其实都是 目前都是我们网络中心的讲师 包含在这个月初 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Vanessa 也是微汉的团队伙伴 那所以我强调了一件事情 其实经营事业这件事 什么样的人格特质最重要呢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蓝色字 蓝色的这个字句 这些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他懂不懂技术不重要 他不了解 网络工具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能不能与人交谈 大家要记得 我们的系统是建立在与业主交谈 并建立专业团队 来帮助他们做最佳的 线上的一个呈现的 一个最后结果 所以重点是 你要找对正确的人 来跟你一起合作这个事业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几个人格特质 就像刚刚威翰讲的 其实他邀请的是老板 老板绝对基本上来讲 他是比较在意 怎么样去跟人家互动 去做生意 怎么跟人家交朋友 怎么样去拓展他的人脉的 所以如果各位伙伴 你想要招募 或是你觉得 目前有一些潜在的对象 他有这些人格特质的话 其实你都可以跟他聊聊看 对于他在开创第二个事业 或甚至于为他做未来的推球 的话有没有兴趣 其实大家就可以从这边来讲 那威翰老师 其实我想很多伙伴 现在或许手上已经有一些潜在对象的名单 甚至于像我刚刚讲的 透过大会的一个借力 那让各位伙伴能够到下一步去 再跟更多的这个 更多的潜在对象去做交谈 那你觉得第一步 我们应该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其实第一步真的就像slide上面讲的 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一开始真的很难接受 但真的是要这么做的 就是最大的收益 其实是来自于MPCP 我觉得很多人一开始的经验 因为我自己也接触到很多的 超连锁店主的心态 都是是说 是不是我应该去找一个IT背景很厉害的人 然后来跟他合作 或者是我去找一个摄影很厉害的 或者我去找一个设计很厉害的 但千万不要忘记了 我们在做的真的是一个超连锁事业 我们因为是超连锁 所以我们更重视的是系统的复制 所以你要让他清楚知道 他现在手上有的专业 那个是他这个产业可以赚得到的钱 但透过MPCP 除了他现有手上拥有的技术之外 他却可以藉由MPCP 赚取全亚洲单一市场 甚至未来全球的 网路通路的这样子的一个收益 哪一个对他来讲才会真正吸引他 常常是因为我们以为 我们需要的才能 所以我们才只希望跟对方只谈 这个网路中心 但千万不要忘了 如果你可以让他看到你所拥有的 或者是shop.com所能够提供的 是更广泛的市场的时候 其实就像刚才讲的 才能够找到真正对的那个人 因为你要的是一个愿意跟你一起经营的 而不是只是为了要把人招募进来 所以我觉得MPCP 或者是一开头 如果当对方对网路中心 有兴趣的情况下的话 我认为首要邀约的GMTSS课程 应该是UBP 应该是UBP 是这样子 对 那所以在这个头影片上面 我们有跟大家讲 其实你要先让潜在对上 整个完整的了解 我们的事业全貌 也就是我们完整的 超联所事业全貌之后呢 再来告诉他 我们有哪一些独家代理品牌 包含莫蒂夫 包含我们的爱上他系列 还有更重要就是我们的网路中心 都是我们的独家品牌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让潜在对象去了解 未来他投资的这门生意之后 能够有哪一些收益的话 其实只跟他谈网站零售 是太单薄的部分 所以怎么样去引起这一些 潜在对象的兴趣呢 当然我们可以有一些资源的分享 那像这个部分 是不是可以请魏翰老师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自己比方说像刚刚 我们这样的一个步骤 你有找到了一些潜在对象 可能刚好你也邀约到 时间点到了 邀约到大会去了 那大会之后的一个跟进 跟你会利用哪一些工具跟资源 来让他进一步的去了解 甚至引发他更多的兴趣 愿意再跟你谈下一步呢 其实在大会之后 我大概会花比较多一点的时间 是一方面 因为他可能是对真的 对网路中心这个部分比较兴趣 所以我们就会提供了 关于网路中心这一方面的 相关的这些document 或者是说我们的概论课程 因为UVP是让他清楚知道这个生意未来的潜能 而网路中心概论是让他回到他的基本面 让他知道他经营这个生意 他不担心他经营不下去 所以我会通常第一个动作我会是在UVP 然后第二个步骤的话 同时我会提供给他所有他希望得到网路中心的相关资讯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概论 因为透过概论他就很清楚知道 我们又可以听到有MWC411 我们可以听到会有web center的website 我们可以听到会有这个design center 我们会听到说OK 我们会有三个部门的支援 我们可以听到我们的网站跟人家哪里不一样 所以其实很简单 只要藉由两个课程 然后两个小时的时间 他就可以让他做一个很完整的评估 以便于帮助他来决定 他是否要跟我们一起来做合作 我举个真实的案例好了 我们新加坡的另外一位讲师就是Alan Alan的leader很好玩 当初我们在谈论shop.com的时候 他从头到尾 他对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 他只对web center有兴趣 不是Alan 是Alan的leader 然后后来当他加入了之后 他很好玩 他是冲着web center 他在听完的四个小时之内 他就决定加入 然后但是当他加入了之后 我完全没有针对web center这个部分 让他 当然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有需求 所以我就提供了这些相关的技术资源 让他去做他自己的事情 但同时其实我们就是借由了会议 等到他听了大会之后 你知道更好玩的一件事情 他居然讲了一句话 他说威翰我发现一件事情 我说什么事情 新加坡人 他说我发现好像 OBC比web center好迈 我就说不是这样子的 是有这个MPCP才是最重要的好迈 然后他就整个人恍然大悟 然后也因为这样 所以才会拥有了新的这些 在新加坡的网络中心的讲事 也因为这样而云女而生 是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再回到前面 那个就是说在一个 你要让人家看到一个大的picture 让他知道说到底我们的整个超线 所事业的全貌是长什么样子 那当然现在各位在画面上看到 这个b2b的服务目录 其实是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这个本目录其实不只是用来 可以让我们的一些潜在的 网站的销售对象 了解我们的整个服务内容之外 更重要的是 如果这一个对象是 你想要招募的对象 那透过这个产品目录的分享 其实可以让他更清楚 到底网络中心一系列的产品 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那像今天我其实也接到 有伙伴来询问我说 他想要了解1920跟4770的差别 还有这个640的差别 那其实这些所有的产品说明 都在这本产品目录里面 我们都有详细的说明 所以请各位伙伴可以把握机会 因为我们现在所剩的数量 真的已经不是很多了 那这一版销售完毕之后 我们暂时就不会再硬制了 所以有需要的伙伴 可以赶快来做下单的动作 我们的产品代号是T1661B2B T1661B2B 好 那为了为了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其实 我们第一个要先找到正确的人 然后再用正确的方式 让他去了解我们的超连锁事业的全貌 甚至于再进一步的去 才进一步的去了解 网络中心的产品 所能够为他带来的收益 以及我们怎么样 透过这个产品 去帮助我们的中小企业 所以像在MWC41的 这个评估的这个页面里面 其实我们也都有 这个网络中心的概论课程 投影片你可以下载来使用 甚至于你可以把它带到 我们讲师在GMTSS所开设的课程 透过我们讲师的帮忙 来帮助你去做这样的说明 尤其是现在我知道像这个月 有非常多的伙伴 才刚刚开通网络中心 才正想要来进行网络中心 那你更需要我们的讲师的支援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多利用 我们的这个线上的这个方式来做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边 就是告诉大家 分享商机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己下载投影片 并且展示我们网络中心的 这个事业计划 再来参加我们实体的 网络中心课程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在GMTSS里面我们所有网络中心的讲师 我们一共有50几位讲师 都有在这个GMTSS上面有课程 那我们也有过去录制好的这个影片 来帮大家做这个说明 那其实这三个方法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交互使用 那我想请威翰分享一下 像一般来讲 如果说你跟进这个伙伴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这三个方式 你通常会用哪一个方法 让他们自己去聊 再花一点时间 自己去消化跟了解 因为我想现在的人 其实都很聪明 然后他也希望他自己 花一点时间去研究一下 到底你跟他讲的事情 是真是假 或是到底他所理解的 跟你所讲的 是不是同样的方式 那像运用这一些公司 情况这些工具 你自己会怎么做 我稍微补充一下 就是如果是我来做的话 因为我的实物操作面是这样 就像刚刚艾丽丝提到 B2B那一本 其实那一本真的很重要 我的用法可能会比较奇妙一点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实物经验 很多人听完web center都说 你们要卖那么贵 怎么有办法卖 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我就会把B2B拿出来说 你先看完这一本 你认为现在那些免费的 或者是现在你认为比我还贵的 有没有办法提供到这样的服务 我说如果我们真的 我们提供的服务 如我们的B2B手册上面所说 而价格又可以给你 这样子一定的利润的情况下 你认为这个生意可不可以做 所以那这一本我会在什么时候拿出来 我的操作逻辑我会是2 1 3 就是我们现在刚刚看到 这个分享网路中心商机的话 我会先2 邀请他去参加实体的 这个网路中心概论课程 二他听完课程出来他一定会有问题 因为他一定对于那个BV的部分绝对不懂 所以这时候我就会把1拿出来 然后再跟他针对1的部分再做说明 那他听完的时候就好像听懂了 这时候我就会请他说最少你回去 你最少要把3再走一轮 然后你再告诉我你的问题有没有找到解答 因为我就用2 1 3的方式 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唯一会给他的书面资料 反而会是B2B这一本 哇我觉得威翰这个方式不错 其实就像我刚刚讲 现在有很多人 不是光你跟他光靠你跟他讲 他就会相信你说的对不对 他自己会想要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去吸收甚至于去网路上找寻相关的资讯 来印证你所说的事情是真或是假 所以基本上来说呢 我觉得其实公司我们已经透过各种不同的面向 提供伙伴这些工具 那我希望大家真的能够去善用每一种工具 不是说你每一次都只是大家去听该论课程 或是你就是丢一个影片给他 你自己看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要根据他的状况来互相交错使用 那我觉得刚刚威翰这个方式我觉得是还蛮完整 因为你也引导他了 然后你也给了他一点时间 让他自己去消化吸收 再回来跟你做讨论 那我想后续其实彼此之间的关系 就会比甚至于能够更接近一点 对吗 对而且这边我要补充一下 为什么二很重要 因为如果他不愿意出来 你丢所有东西给他 他也不见得会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B2B这一本是捍卫我们网路中心价值最重要的武器 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上网去查 他会查到很多很凌乱的价格 或者各种不同的报价 然后他也会担心我们到底在操作上面是不是可以保障他未来如果真的要经营的利润空间 所以我会让他看完B2B问他这个网站如果提供这样系统你认为多少钱才是合理 那他就会问我说那为什么别人可以卖那么便宜我就说回过头来重点并不在于人家价格的高低而是在于我们系统到底可以给予客户什么样的东西 你这样当作是开头交约概论再提供简报资料最后让他再用影片来做整个的熟悉的话 其实你才真的有办法带出有意愿要跟你做网络中心的人 真的这是一个面试的过程 对没错 所以各位伙伴有没有看到这个步骤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大家整理这统整刚刚魏翰所告诉我们的 第一个整个超联锁事业的全貌是什么 到底超联锁事业为他能够带来什么样 所以重点就在我们的MPCP的这个制度 再来他如果要经营超联锁事业 他的优势是他有独家代理产品 就像我们刚刚讲他有爱上他还有莫蒂夫 他有我们所有的独家代理企业产品包含网络中心的部分 那回过头来如果讲网络中心这一块 这个产品跟这个服务是他所是他所喜欢的吗 在这个产品跟服务是不是有市场 再来就是刚刚魏翰讲的获利能力的状况是怎么样 这个系统如何运作 那如果他真的要来经营超联锁事业 他又有哪些资源可以来做如何起步 所以这五个部分我觉得已经涵盖到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 这么多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统整出来应该是要帮助一个新人 一个新的伙伴去了解到这一些的层面的部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刚刚我们已经讲了 该怎么样去引导新朋友 去了解我们的超联锁事业 跟我们的网络中心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魏翰其实我想在线上有非常多的伙伴 因为这次在竞赛的过程当中 招募这一块的分数非常的高嘛 一个招募的这个伙伴是100分 那我想其实大家都很想能够完成这个部分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新人进来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他做正确的起步 甚至于我们讲白话一点 怎么样让新人真的可以留下来 完成他当初所期待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复制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大家去做 因为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复制这一块 在你的这个团队里面做的还蛮不错的 因为你自己就有三个讲师是这样子复制出来的 五个 五个讲师 对 好 其实应该这样讲 复制这条路其实才是最困难的 不管是零售网站或者是招募 我认为那个都不困难 真正困难的是在招募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可以这样讲 尤其是在做网络中心 你会碰到千奇百怪的case 然后呢也有各式各样系统以外的解决方案 可以帮助你 为了要去成交一个case 好 但是呢 为什么我说这件事情很困难 真正困难的并不是去做对的事情 而是你愿不愿意坚持做对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相对困难的 所以 常常我在跟我们自己的伙伴在 尤其是在讲网络中心的时候 我会有三个基本法宝 第一个网络中心起步指南 第二个 12周的成功计划 第三个我们要挑可以按照我们基本作业流程 或者按照我们标准作业流程来做的case 非标准作业流程以外的厂商需求 我们一律绝对不碰 因为不是代表我们没有能力碰 是当我们碰了以后 我的伙伴怎么办 他们就没有一个依循可以复制的一个方向 所以其实会不会我们在经营网络中心的过程当中 会不会其实真的有那种很大的case 或是真的可以赚很多钱的case 或是真的可以做出一个超厉害的case 一定都有 但为什么我们都一定要放弃 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真正经营这个生意是未来是要靠MPCP 而我们用标准作业流程去经营web center的目的是为了 要帮助我们后面所有的伙伴 他们可以借由标准的作业系统去复制 然后去创造他们的通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嘴痛苦的过程 其实是在于坚持 因为太多诱惑了 我必须老实讲太多诱惑了 好在这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威翰他自己在过去这几年 在网络中心的零售都做得非常的好 大家也知道其实他在每一年 几乎都有拿到我们的网络中心的挑战奖 但是其实同时威翰老师 他自己在团队发展上面 他自己的MPCP的成长 其实也都是每一年都是证数的方向在成长 数字我就不告诉大家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它是一个证数的成长 那就表示说其实在正确的复制这一块上面 已经发挥在威翰老师的团队 已经发挥了一个成效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直 大家都知道要讲说复制复制 可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 你有没有利用我们的系统跟团队来帮助你去做复制 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是不能复制的 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就是 这件事情如果只有你可以做得到 别人做不到 那就是不能复制的 就这么简单 那所以其实很多伙伴都会问我说 到底网络中心可不可以发展团队 这个问题我就交给威翰老师来回答 网络中心可不可以发展团队 其实我也还在学习的过程 但是就像美国的Sara或者是说像这一次的Amanda 这个资深的伙伴 其实都已经在在证明我们网络中心的确是在整个的网络通路上面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利基点 因为我常在跟很多的新伙伴在讲 OK你只想做网络中心 然后你不想用isotonics吗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市场 你只想有web center 难道你是挑客人的吗 而且再者是说透过web center 其实可以让你的未来的合作伙伴 或是让你现有的客户看到 其实美安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一个生意基础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运行 你何乐而不为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其实现在很多人不是不喜欢shop.com 是他们真的担心因为是拓展通路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立即性的创造现金流 而网络中心只不过是在MPCP当中 比较快创造现金流的一个利基点 所以你说他适不适合发展团队 只要你的团队他真的能够认同跟理解MPCP 其实我认为网络中心是如虎天忆 而且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也是我目前非常乐死不疲的一个主修 所以现在我们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就是刚刚讲了 其实在这次大会后 有非常多的伙伴都有开通网络中心 那我们的优惠也一直到5月31号为止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希望线上所有的伙伴 你都可以帮助你自己团队内的伙伴 做正确的起步 因为常常其实有很多伙伴会跟我说 我团队内没有人做网络中心 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的团队内没有人做这个 我不知道怎么做 其实我们这些所有的线上课程 都是在帮助你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团队内 现在没有人可以协助你 那可不可以从你开始来帮助大家呢 我觉得这是你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因为你参加了这么多数的课程 相信你对于网络中心 一定有很基础的了解 你知道该怎么样去引导 你自己团队的伙伴 开始做正确的起步 所以在我们的MAWC4E的网站里面 我们有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启动 并设定你的网络中心 你可以把这个资讯分享给大家 再来你要参加网络中心的收贞训练 不管是101、201 或是我们现在有的 这个新的事业交流活动 你都可以邀请这个 你的潜在销售对象 来了解到底网络中心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产品给对方 那101跟201的部分呢 可能有很多伙伴会觉得 我以前就上过了 我半年前上过了 可以不用再上 大家要知道 其实在销售的过程当中 或是在事业发展过程当中 你都可能会需要重新的refresh 也就是你要重新的去复习 重新的再去把自己过去 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再拿出来重新做一个检视 所以呢 不管你上过多久以前 上过101跟201的课 我都鼓励大家 还是要再找时间 也许一季 也许一两个月 你要再回去上一个 不同讲师的课程 去了解 因为大家要知道 每个讲师的背景 跟他所知道的这个过程 可能都是 他所经历过的这个过程 都是不太一样的 就像今天 威翰他会分享 他自己是怎么样 去做这样的一个起步 他怎么样在团队内 去引导其他的伙伴 那更重要的是 各位伙伴 你一定要记得去下载 我们网络中心的起步指南 以及我们的12周行动计划 来帮助你 正确的起步 全新的去投入系统 那其实各位能够参加 这个积分竞赛 已经是对自己 有一个非常大的责任感 因为我其实每个礼拜 都有看到 有一些伙伴 真的是每一周 周周都上线 那我希望各位从 我们线上课程所学到的 或是在实体课程 所学到的部分 你一定要能够去运用到 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去建立 你扎实的超连锁事业 而不是只是去做 网站零售的部分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其实整个事业面的发展 不再只是网站零售 因为各位要知道 你这个月有网站可以卖 你下个月不一定有网站可以卖 所以终极目标 还是我们怎么样 运用我们销售网站的这些点数 来帮助我们自己团队的伙伴 去建立他的第一张支票 去帮助他拿到他第一张支票 这样子你才能够有机会的 把这一些伙伴 留在你的团队内 跟你继续做发展 好那接下来我们花一点点小小的时间 来讲一下专业人士计划 因为我专业人士计划 我们希望国际市场的部分 能够在下半年之后能够推出 但是详细推出的时间呢 请各位还是要等公司的一个公告 等公司的公告 那基本上来讲 我想在我们推出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会来跟大家分享 怎么样去招募我们的专业人士 因为其实专业人士计划 最终的目的是去招募专业人士 那其实倒还不是说 我们自己一定要升级 成为专业人士计划 并不是主要是 我们知道尤其像在台湾 有非常多的这个中小型的设计公司 或者是一些专业的行销公司 也许他们都希望能够找一个平台来做合作 那么其实透过专业人士计划呢 您就有机会能够招募到这一些专业人士 那专业人士计划部分 我们分为两个 一个是Pro联盟 一个是Pro伙伴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等到我们正式上线之前呢 我们都会来再做进一步的一个介绍 好 那今天的课程呢 我觉得非常的精彩 因为魏翰的确分享了 他很实际上 他怎么做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那这个礼拜呢 其实大家翻到我们第11周的部分 我们这边呢 就有告诉大家怎么样去 详细的去做出这些笔记 那我其实我觉得12周行动计划呢 各位可能看起来觉得 好像每个礼拜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很少 好像没有那么复杂 其实越不复杂的事情越难做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他保持简单跟调理性 其实是发展事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好 所以我想这个礼拜呢 给大家做的这个练习呢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去找出 你的潜在的招募对象的名单 好 那不管你是要安排他去先去上UVP 或是先去上我们的概论课程都没有关系 那重点就是我们刚刚讲 要大家要把握几个大方向跟原则 就是第一个 你一定要让对方知道 什么叫超联所事业 超联所事业到底可以为他带来什么收益 在超联所事业里面 我们到底有哪一些独家代理品牌 好 那我们的这个购物年金计划到底怎么做 大家还记得这次在大会上 Amanda跟大家讲 他只要跟老板讲到购物年金计划 其实老板都会非常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老板都是想要赚钱的 每个人都希望为自己的未来的退休 多一份的这个规划 以及这个保险的部分 因为大家现在也知道 以现在的经济状况 真的要像过去一样 你在退休的时候 能够存到一笔很大的金额 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透过这一些商机的分享 这些机会的分享 引发对方的兴趣之后 我们再来看 也许他或许是对网络中心有兴趣 甚至于他也许到时候是对其他产品线有兴趣 这个都很难说 但是重点就是 我们还是要让对方知道 什么叫做超连锁事业 之后他如果经营的 这个月 如果你有伙伴 开通了网络中心 就像我刚刚说 我希望各位伙伴都能够帮助 你的自己的新伙伴 做正确的启动 协助他们运用正确的资讯 来进行网络中心事业 那我想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在今天课程结束前 我们这边有一个问答题 来请这个魏翰老师来做回答 那魏翰这个伙伴他问到的问题是说 他在最近有认识一个新的潜在对象 那这位潜在对象 他是一个专业的商业摄影师 那可能也跟这个伙伴有合作过几个网站的case 可能就是帮老板拍商品照 那就可能这位伙伴就有跟摄影师提到 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那摄影师听了也还蛮有兴趣的 然后呢 但是重点是这个人非常的忙 非常的忙 那现在这个伙伴可能有一点障碍 觉得说哇他这么忙的情况之下 可能要邀请他去UPP 有一点困难 好那到底要怎么开始做 或是要怎么样开始跟进这个对象呢 如果是我的话 我还是会尽量要约他UPP 因为你用其他的方法的话呢 不见得是好事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他现在他都很忙了 那他之后他有办法去上NUOT吗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回过头来 我因为他也是一个摄影师 而且已经跟我们配合过了 所以我反而会跟他从两个点切入 第一个点是我会问他 你真的有额外的收入需求吗 那如果真的有额外的收入需求 可是你连时间都没有 你认为你怎么去赚额外的收入需求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你想多赚钱吗 想 但是你有时间去赚钱吗 没有 那你就不要再去想 你会赚钱了吗 所以这第一个就是 我必须要确认 他有没有这样子的行动意愿 因为他的行动意愿 才能够确保未来 你花时间在这个人身上是有意义的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他听完了UVP之后 让他很清楚的知道 其实包含了购物年金的整体概念 包含了这个MPCP的概念 包含了当中的网路中心 他才会知道说 他接下来为什么值得花时间 在他这么忙的时间以外 他还值得花时间 在每一个礼拜8到10个小时 来进行Shop.com 如果现在我们只是为了招募他 而图了他的方便 其实之后 其实对你来讲 他你就很难再去做复制了 为什么因为他还是很忙 他还是很忙 他很忙 如果他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请问你如何做 还是你只是期待他未来会比较不忙 我认为 与其期待他未来比较不忙 好不如你现在就把这个时间把它确定好 而且搞清楚他为什么需要这个需求 那他的big why到底在哪里 你记得只有big why 只有把我们的所提供的资源 跟对方真正的需求产生的连结 就跟我们在销售网站一模一样 你必须把我们提供的资源 跟对方的需求要能够连接的上的时候 我相信他会去听UVP的 那现在的问题点就在于 我们还不了解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所以要回到我们网路走进前面几周 交的那个方法 聆听聆听对方的需求 藉由聆听对方的需求 再提出我们的相关资源来做邀约 这跟 邀约会谈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OK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可能对方有透露一点 小小的这个讯息 告诉我们说 他有想要赚一个额外的收入 可是我觉得时间点还是 时间还是他愿不愿意投入的 一个重要点 对不对 就是说他有没有想好 他要花时间去投入 或者是他有没有想好 他要开始做这件事情 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觉得 我现在有需求 可是可能过一段时间 或是像刚刚魏翰讲 他很忙之后 你就再也更进不到他了 或是他慢慢就淡出了 好那所以你当初投入在他身上的时间 其实相对 其实就有一点耗费掉了 对不对 对就像老板会跟你讲说 你要既然跟我讲网站 那不然你讲给我听就好 但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会谈 因为只有会谈才能够转展现我们的全貌 展现我们的专业 一样的道理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存在必然有他的价值 所以你希望你的伙伴未来要能够正确复制的话 其实并不是你讲给他听 因为当你讲给他听以后他也会讲给人家听 但是你要训练到他会讲到跟你一样 那你看要多久时间 可是如果你懂得怎么样卖他这张票 他以后只要懂得卖票 就算他都还不会讲 他都能够找到对的人来跟你们的团队来做合作 我认为这个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好太棒了 谢谢魏翰老师的回答 好那今天在最后呢 结束之前呢 我想再请魏翰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的竞赛在两个礼拜期就要结束了嘛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大会刚结束 那我们下一轮的这个网络中心的挑战奖已经开始了 那你可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在挑战奖的这个规划上面 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 因为你自己也拿过蛮多次的这个挑战奖 好其实拿挑战奖这个东西真的很有趣 就是你拿过一次之后会上瘾的 所以我们看翁老师就知道 看那个小诚老师就知道 其实这种东西是会上瘾的很奇怪 好其实应该这么说 整个的挑战奖期间是以半年来当作是一个整体规划 其实我觉得挑战奖真正存在的意义 并不是是在鼓励大家说 哇很棒啊 你很你很强 你要去拿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一个名声 什么之类的 其实并不是 而是是说他是在帮助我们 让我们练习如何用有节奏的方式来执行我们的主修 甚至是来执行我们的这个超年锁事业 所以对我来讲我的操作逻辑一直以来都是 在每一次一开头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是很多资深的伙伴也都会提醒我们 就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先下载下来我们的整个挑战奖的相关资格 接下来呢 其实就是透过12周执行计划跟起步展 真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经营网路中心或现在经营这个shop.com 其实真的很容易 因为我们真的只要把这些东西下载下来之后 依照我们希望能够完成的挑战奖条件 然后呢 在我们的起步指南跟12周执行计划里面 把我们的强度算回来 那我们其实12周执行计划上面 其实都已经条列表单都已经写好了 所以我们只是确实执行 以我个人为例好了 我的操作逻辑是这样子 我可能会前面花两到三 应该是上一个季度 我可能就会花最后的两个月 开始来物色 我在下一次挑战奖 我可能我想要招募的对象 但是呢 当我物色到这个对象的时候 我并不急着要赶快去做招募的动作 而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必须确保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招募流程 是不是都先跑完过一轮 跑完过一轮之后呢 我也必须先跟他先从名单开始讨论起 因为不要忘了 我们的挑战奖 每一个挑战奖都一样 除了我们自己要招募的能力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也可以协助着我们新招募的伙伴 让他们可以拓展事业 就是真的是以顾客欺人墙 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策略来执行 当然只是因为每一个挑战奖 之间的条件比较不一样而已 但是他这个精神是没有变的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前面的两个月来做物色 后面的半年来协助他执行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你用半年来协助他做执行 相对之下你就具有很余裕的空间 再整夜可以先跟这个伙伴沟通清楚是 希望让他清楚知道 我们真的是在合作做生意 而初期我们真的希望 一起来做重点的合作跟推展 那这是其一 其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挑战奖当中 的这个销售数字的目标 一定要先把这个量做大 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为了成交而成交 有很多人可能就是用最低价格 或者是用什么其他的方式来做成交 我真的不鼓励这样 我我我比较建议的方式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大量的借由这个会谈 或者是大量的借由这个世界交流会的方式 你先要能够找到一群对这个对这个产品线 他真的有兴趣的人 请记得有兴趣不见得 他是一定是购买的 他甚至是主要从业的都无所谓 你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有一个base之后 再来个别的去去做个别的了解 需求的了解 以便于我们去提供 因为当我们这么做时候 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你可能你在这半年之内 你谈完的网站 可能不见得10个10个都会成交 可是你可能可以成交三个 好 更有趣的事情是剩下那7个 可能他会在下半年的时候就会做成交 所以我还是那一句话 其实之所以挑战讲 我们可以尽量去达成 然后就是达成这样子 就是连续达成的真正原因其实是 藉由挑战讲的规格帮助我们 产生有节奏的事业拓展的这样子的一个节奏感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挑战讲给我最大最大的收获 但我也很鼓励大家就是 不要为了挑战讲而挑战讲 你真的是把挑战讲跟12周成功计划 跟起步指南三者搭配来做运用的话 你才会很清楚知道你到底在做什么 你是为了什么在经营shop.com 而且你多久可以因为这样子的生意 而让你真的获得永续收入 其次全部是算得出来的 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面对挑战讲 真的 好谢谢威翰 那我为什么会请威翰特别提到这一点 就是因为我觉得 虽然我们的积分竞赛快要结束了 那下个礼拜其实就是最后一周的课程 那并不表示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到此为止 就是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为你自己设定下一个12周的目标 甚至于再下一个12周的目标 那就像刚威翰说的 其实挑战讲是半年的时间 所以从现在开始到下一次挑战讲结束时间 总共有24周 所以至少你自己可以做 再做两轮的12周行动计划 不管你自己做也好 你跟着伙伴做也好 你跟着团队做也好 你都应该要持续的滚动下去 那这是我们希望 接下来我们今天课程结束之后 让大家能够去重新去规划了一个部分 好那一样的回到我们的积分竞赛这边 你只要能够有机会完成最多会谈预约的伙伴 你就有机会被抽中一个月 免网络中心管理费 那上个礼拜的话是我们的 也是我们的讲师 Debbie 他被抽到这个免网络中心管理费 那当然我觉得抽奖是一个有趣的活动 并不是鼓励大家只是去空预约会谈 而是你真的透过会谈的部分来做这个复制 就像刚刚威翰说的 为什么要预约会谈 你为什么不自己谈 因为如果你都会谈了 你的伙伴不一定会谈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 你会讲的 你的伙伴不一定会讲 所以邀约会谈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借力我们的网络中心的专业团队 来帮助我们解决更多的问题 甚至于更多这个老板 所想要知道的一些细节的状况 那透过会谈 我们才能够真正完整的全面性的去了解 这个老板到底想要做什么 我们的工具 我们的平台到底适不适合他 让他来做一个评估的一个机会 好那今天的课程真的非常精彩 我也从魏翰这边学到了非常多的 这个实务操作的经验 那下个礼拜二晚上九点钟 是由我们香港的讲师 Kirk来跟大家做分享 请大家不要错过我们最后一周的课程 那这个礼拜五十二点 大家一定要记得 佼佼你的报表 不管你的报表长得如何都没有关系 请你一定要记得佼佼 好那我们再次谢谢魏翰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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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